歡迎來到西波麗車 今天呢 那個我們的來賓是 林莎 莉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莎 莉莎 我最近發了寫真書 要來送回十張一桌 國民女友 林莎 就是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真的覺得就是寫恩集 可以讓男生喜歡是很正常 但是我覺得這是女生也會喜歡的 因為至少是 不會太過刺激 還有美美的成份産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Kikki 其實Kikki 你應該有來過吧 有吃過 大概這個年輕人 你最穿出來的印象就是Kikki 應該是吧 influencers 觀看就是Kikiki吧 就是Kikki 然後因為這邊很好聚會 而且那邊可能人多人少 現在都OK 就是來的時候才發現 kikki已經比較10年 28年 沒想到就是我們這一次觉得 對應該要讓例如說我們年紀更大的人知道 讓大家知道 有在每一家餐廳 很好吃的蔬菜餐廳 好那我們就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寫生機 等上菜 等到上菜 哇 上菜 看起來好豐盛喔 所以其實因為這些大概都是 我們在萊姬基都會 必點的菜色 幾乎都會點的菜吧 最像1的一條街號是蒼蠅頭 蒼蠅頭 好 必吃 超下飯的一個料理 真的 就是點這個再點一碗飯其實就可以 完全一餐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一餐都結局了 所以因為你是自己一個人來 你可以點一盤餐櫻桶一盒白飯 有菜又有肉 結果多好 又有味道 你應該知道為什麼叫餐櫻桶 我知道啊 還是我要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沒講 為什麼 你知道啊 好 我跟大家說一下 那為什麼他叫蒼蠅頭呢 因為呢其實他上面有那個黑豆豉 一粒一粒的 就是看起來很像蒼蠅在裡面 這個 對 可是我發現 其實Kiki的那個黑豆豉加的沒有很多耶 Kiki的他是整個韭菜的那個脆綠度其實都還在 對 我覺得他韭菜的那個分量感覺 真的 多很多 很多 對 而且呢他就是有一點油油亮亮的感覺 就是覺得蒼蠅頭最厲害的地方是他的韭菜 韭菜很脆 真的很脆 可是呢我覺得他 他的蒼蠅頭最厲害的地方在這邊 這個是韭菜花 韭菜花 韭菜花 對韭菜花 韭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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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是沒有到很辣 嗯 還是我們 經常吃太辣 呵呵呵 已經沒有味覺 呵呵呵 孜然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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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他是用孜然去炒的 他應該先炸過 然後再拌炒它 嗯 真的其實很會欸 真的嗎 對啊 好 那我們來吃孜然蝦吧 孜然蝦 他是不是可以連殼一起吃啊 其實對我來講啊 任何蝦都可以連殼一起吃 我連胡椒蝦那個連殼都可以 真的假的 泰國蝦呢 真的假的 那個殼超硬的耶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得撥殼的人 真的 我認真會把它吃掉的 你可以練就在嘴巴撥殼的功力嗎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可以啊 真的嗎 你覺得可以 如果褻式建議要我選一個香油的話 我一定會選母吃啊 真的假的 就是它的香 然後還有一點 所以你喜歡羊肉串 它算是後勁的 對 後勁的 有點麻 今天它有點麻麻的感覺 有一點麻 對 有麻的 就是先香後辣再麻 對對對 口感成是很豐富的一道菜 對 這是三階段 真的 好 那 水蓮好了 水蓮嗎 水蓮嗎 就是剛好解一下辣 對 我記得它的水蓮也是辣的 對 我記得它的水蓮也是辣的 真的假的 就是看起來好像 不會辣耶 我來試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後勁來了 後勁來了 剛剛的後勁突然來了 不一樣 好脆喔 真的很脆 好脆的水蓮喔 可以吃到它不一樣的那個辣椒的感覺 又跟這些不一樣 對 跟那些不一樣 而且它這種 因為水蓮酸是很容易吃到的一道料理 所以可是它加了這個辣椒之後 又不一樣了 它其實啊 把辣椒剁得很脆很脆很脆 但是其實沒有到非常不常辣這樣 因為好吃耶 水蓮好脆喔 好像我沒吃到這麼脆以後 很久會一直喝 真的嗎 真的水蓮啊 不會辣啊 哪裡會辣 因為我剛剛試著 我剛剛就吃了一口之後 我把那個花椒 它是麻 我把花椒養貨 我現在有點麻 所以你是喜歡麻 還是喜歡辣 麻 其實我喜歡麻生果辣 對 不是其實穿菜 還說不會辣 乾杯乾杯 還說不會辣 辣子雞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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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不是有偷吃了嗎 我剛剛這個還沒錄之前就已經偷吃了 所以味道如何 怎樣 好好吃喔 真的假的 沒有就是 我很少點辣子雞丁耶 你可以想像它是好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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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下 因為通常用炸的東西 你不會覺得 你會覺得油 但是其實它是 嗯 不油啦 它的雞皮太厲害了吧 呵呵呵呵 你正在想雞皮 它的雞皮很厲害 很脆對不對 嗯 有但是這個味道不油 它那個好乾好乾喔 很像在吃餅乾的感覺 啊有一點耶 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就是 對而且你吃這個 不會有罪惡感 雖然它一樣是炸的 可是吃起來就是很乾爽 沒有油膩感 對啊為什麼 因為不知不覺吃超級多的 很帥水的東西 真的耶 會油 嗯 滾辣 溫和無負擔 呵呵呵 呵呵呵 我覺得你最愛這一道 剛剛在講的時候又是這樣 我連還沒 我連還沒錄的時候 開始在吃了 呵呵呵呵呵 一直在吃 你是喜歡吃燃嗎 這兩個 呵呵 那因為現在只要不可以太麻煩 呵呵呵呵呵呵 好 最後 穿菜 水 屁點 水煮牛 水煮牛 水煮牛看起來超級辣 我之前我記得我第一次吃水煮牛的時候 我天啊 天啊它的辣度好像超級強 因為它整個上面都是 你看它是紅的對不對 對 你看它整個白白白幫你塗 謝謝 呵呵呵 讓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我們吃的這一些 其實就是地點菜色 呵呵 喔真的 真的 其實我大概整個時候自然一下 比較少會水煮 而且啊 我就是一個水煮牛啊 它的牛肉啊 其實都是嫩的 真的 對都很嫩 我覺得水煮牛的精髓 就是它的牛肉 必須要非常非常滑口 非常嫩 對 你看 你光用看了就知道它真的超嫩的 對 而且就是 就是 在咬的時候 難免會咬到它的那個 好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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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就直接入口即化的程度欸 真的 好嫩喔 真的 水煮牛的肉為什麼嫩 因為它有淹過吧 哈哈哈 嗯 就是 滑蛋之類的感覺 對 對 對 說真的那個湯 雖然大家看起來會覺得很油 但是事實上其實我真的覺得 它的湯超級夠味的 這個喝下去是 我覺得是剛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很麻欸 我覺得很剛好 我喜歡麻 我覺得很剛好 它的麻度是大於辣度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好濃 節目的最後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 琳莎 琳莎 除了寫真書 寫真書 揭開面紗 揭開面紗 我剛剛把書要拿掉了 讓大家可以看更清楚一點 對 請喜歡你什麼朋友 分享訂閱一下 沒有錯 對 為了它 吃落列車 對 我們需要 如果 因為這一期啊 沒錯 因為你啊 然後訂閱人數變很多的話 你可能就會變成固定的節目組織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把你換掉嗎 哈哈哈哈 這想法也太奇妙了吧 這想法也太奇妙了吧 沒有啦 好啦謝謝 謝謝Lisa 掰掰囉 Yeah